各位老師、評審 大家好,我是六號參賽者 今天我要講的是十月桂花香 美麗的花兒賞心悅目 人見人愛 自古以來他們總是騷人偷偷的歐哥的對象 我愛淡雅清香的花 尤其一對桂花情有之中 她的香味忘了內裂 深心一口,慶祝心的生幾月的全約 開闊的心情 彷彿對我訴說著世界的美好 過了農曆八月桂花綻放的季節 三樓陽台上的桂花開得稀稀酥酥 凌落的花朵雖然不再燦爛 空氣中依然飄散著淡淡的花香 每天我總不忘與桂花來著早晨的約會 以快樂的心情一切充滿希望的一天 今早運動回來 漫步到巷口指紋的花香正正 竟是我最喜歡的桂花 正是讓我驚喜萬分 這麼濃郁的香氣 應該不只一二顆吧 原來是由我國家的桂花樹 耐不住好奇心 大火兒正努力探索牆外的世界呢 揮別了繁花景促的生氣煌勃 繽紛的樂園羅丘書翩翩 季節更迭的美景 在由波羅整潔若大的家的庭園裡 近盆規見一斑 一盆盆的樹木 花兒排放的井然有趣 九重鵝花曼耳盤繞成的紫色 紫紅色狗們和修剪的整齊畫衣的寧原 真是美麗極樂 不必擔心九重鵝的荊棘會刺准 因為由波羅會隨時修剪 不讓齊枝曼耕 我總愛在清晨或夜晚 循著社區小路散步 漫步一齊齊的前緣前火 經過玲瓏的攝影工作室 小巧的家庭裁縫店 家庭美髮院 在熱的彎香 被迎面伏筆而來 那就是巷口牛波波 美麗的附家 每次度過牛波波的家 我的內心總是充滿感激 感謝牛波波的用心 讓我能夠在濕意濃濃的 出球邂逅十月更花香 謝謝大家我的頻道 謝謝